其实在赛场上 球员们除了为球迷带来精彩的比赛 他们也可以发挥正向的影响力 台湾时间21号 多很多蓝鸟对上巴尔蒂抹精英 一位小球迷呢 他在场边举着牌子 上面就写着 我击败了癌症 而小球迷的举动 被蓝鸟球星Gorevo Jr.注意到了 他特地请工作人员送给他一支球棒 也让这位小男孩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蓝鸟队的重炮小葛 Vladimir Guerrero Jr.最近受到关注 不过不是因为他打得多好 而是在比赛中 他有个超暖心的举动 这位戴着眼镜 穿着Bobby Shane球衣的可爱球迷 被Vladimir注意到了 原因是他在本类板后方 举着这个看板 原来这位小球迷是一位抗癌斗士 他说自己击败了癌症 就像球员击败投手一样 男孩的勇气被小葛注意到 即使对方不是自己的粉丝 Vladimir还是做出温暖举动 让小球迷带着笑容 拥有美好的一天 小小的温柔带来大大的结果 去年十一月也有一位 修士顿太空人的子神球迷Lisa Del Verde 她是一位子宫颈癌的癌友 在她心中有一个抗癌动力 促使她一步步战胜病魔 Lisa 怎么办 Lisa离开医院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见她的偶像 Jose Altuve 她排队排了三十六个小时 只为了碰上一面 Atuve给Lisa一个大大的拥抱 还帮她在球衣跟帽子上签名 在职棒赛场上不止有竞争 有时候球员带来的影响力 可以成为生活中不可取代的动力 华氏新闻 陈亚伟 林川沛报道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伶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誓言